我來看看提摩米蘭樂火的狀況 欸好厲害 你完成極有圈任務啦 沒錯 靠我自己一個人 沒事感謝大家 看你這麼努力 我就送你寶可夢的點心吧 我剛剛差點看成 用傳說中的寶可夢 耐克洛茲馬做成了點心 有一次我在帕迪亞地區的瀑布修行 結果發現耐克洛茲馬 他正從高處 用可怕的眼神瞪著我 你在這裡對不對 耐... 那是以外 那個我其實 單純只是想要做個效果 這個是瀑布 等等 好啦這是瀑布啦 但是 你的瀑布可不可以住 更好一點的瀑布 不要再丟石頭 你很幼稚欸 你很幼稚欸 哇塞 沒看過那麼幼稚的神 不要再丟了 怎麼樣 那我所有的神獸 都用治癒球來抓怎麼樣 如果他進來的話 如果不接受我的愛的話 那我們只能來優點的了 你們知道有什麼球 比治癒球還丟臉嗎 漂亮 你就想進來免費的嘛 沒特色的嘛 所以加雷歐 他應該先給索爾加雷歐 再給那一顆洛斯瑪吧 不管怎麼想都是這樣子 有一次曾經去帕迪亞地區 想看看寶可夢聯盟 當我在外面站著的時候 有個工作人員注意到我 還讓我進去裡面 那個人還帶我去參觀 有畫著聯盟標誌的 觀景樓層呢 看啊就是他 為什麼 哦原來他還有一個 下面那個樓層是不是 這邊是跟野茨對戰的地方 狗狗跟我們一起好 一二三 猜猜誰不在這不是 哇 等等回去之後 我要給烏力看看 又多了一隻閃爽 那麼我該用什麼球去抓他 有沒有什麼 你搞不好喜歡治癒球 粉紅色的 可愛 哦 他只是想要被愛而已 我們把性感美女 抓回來了 雪豹馬的點心 在我年輕的時候 製作了時間之閃和空間之神 阿爾宙斯生下的我 我出了興趣 就去爬了帕迪亞的雪山 正當我覺得 應該快到抵達山頂的時候 我發現了一間倒塌的房子 雪豹馬正在裡面睡覺 哎呀 那個景象真讓我目瞪口呆呢 還要考慮到他的載路距離 如果說 他載路沒有出現的話 好 那麼神獸在哪個位置呢 哼 我如果用大字暴言打他 他會死嗎 不可能 肥蘋果應該沒那麼強 現在他死掉的可能性 就是他把自己撞 OKOK 學長彈得住 我覺得可以輕輕的敲一下頭槌 輕輕的 你們看過他 你們知道我之後會蒐集他 哇 今天我的老朋友都很氣耶 為什麼 說到固拉多拉 我年輕的時候 你要跟我講說 你把他從那個小島上面救起來的故事了吧 有一次在帕迪亞地區冒險的過程中 見過固拉多呢 在某個鎮下面有個巨大的空洞吧 那個鎮叫什麼名字來著 能在鎮的下面看到空洞的 誒固陣 他有一個固字 應該就是固拉多了 難怪他在被固陣 OMG 天啊 一切都串起來了 感覺應該要出現在超級明顯的地方 跟前面四隻一樣 這個地方 這地方太 這個不能算我錯 因為 他的載路距離 我剛剛離他這麼近 我才看得到 固拉多那麼大一隻 我不可能在 10公里以外還看不到吧 去吧 鳥球 你要不要轉頭過來 希望他會轉頭 拜託 他居然不會 他的動畫怎麼退化了 野生的固拉多 睡著變得精力充沛 我是不是應該挑釁之類的 這樣子的話 會有那麼一點點麻煩 四十幾回合之後 固拉多沒有招式可以使用的 固拉多使用掙扎 一陣只有10pp 那 他還有地裂 潛水球 他差點溺死 然後你用潛水球 YES YES 哈哈哈 哇塞 終於抓到了 鳥球的樣子 鳥球你也可以進化了 你已經達成你的使命了 做真好 你終究是要進來的 哈哈哈 太好了 我都忘記 我其實沒有很喜歡他的終結 有一次在帕迪亞的雪山 發現了很棒的池子 於是就跳進了冰水裡去游泳了 結果 從瀑布那邊忽然飛下來 又是瀑布是不是 培蘋果會把他打死嗎 我覺得如果是閃焰衝鋒的話 那就不會 因為 他不是物攻角 沒有關係 下一次 再下一次 再下一次 反正我知道在哪邊 這個就當作是一個攻略或教學 這個影片如果剪出來的話 你們現在知道 激動你要怎麼抓的 應該是不缺攻略啦 只是 我只是想說 對 好 像一隻 狗帕魯翁 說到狗帕魯翁啊 沒事沒事 爺爺 這個我沒有那麼care 爺爺 沒有人在乎三千顆 應該說兩個都很近 但是我猜你會先找到另外一個 搞不好他就在瀑布旁邊 應該這個意思 好 說到找到另外一個 哈哈哈 熊徒弟 OK 我都一直忘記熊徒弟是一個神獸了 有一次正在帕迪亞地區冒險 結果發現了熊徒弟正在修行了 然後就把他長在旁邊的竹筍 拔出來送了給我呢 好欸 抓到了 只需要兩百塊就可以擁有 他從山上跳下來 等等 你不是那隻馬嗎 我以為是小隻那隻 我接下來的話不要誤會 就是我只是說說而已 為什麼每一張 凱路迪歐的官方圖 都是他對著 大家都屁股 而且為什麼蠻好看的 沒有我只是說 不要 為什麼我要說出來 爛抓到了 OK 這次是 碧莉吉翁 碧莉吉翁的話是高的嘛 有一次我正在帕迪亞地區冒險 結果碰到碧莉吉翁在樹蔭下休息 而且那棵樹上面還有著說不上來的 席特花紋哦 所以是那個馬 塗鴉 塗鴉森林 我終於找到你了 我剛剛沒有探過這區是不是 讓我解釋一下為什麼我找不到 因為剛剛大叔說 那棵樹有印記 這棵樹看起來不太像是有印記 所以 或是就這樣子 呵呵呵 這就是你要進來的地方哦 我不打算給你高級一點的球 第一次 我知道可以用先踢球 但是我不管 哼哼哼哼 小豪那種捕捉技術 看起來很糟糕對不對 但是老實說好了 你們是不是在抓神獸的時候都這樣想 要是能一球就進來讓我多好 我不是說小豪很好還是很壞 小豪是一個 大家都很討厭的角色 但是相信我 大家都想當小豪 其實大家只是羨慕小豪而已 很漂亮 呵呵 太好了 就兩百塊 戴拉基翁 有一天我一如往常的享受著攀岩的時光 爬到相當高的地方 回頭一看 正好可以在南方的遠處看到 變得小小的原魔陣 在我看得可出神的時候 突然啊 戴拉基翁就在我旁邊坐下了 大叔你是什麼替身使者之類的嗎 為什麼神獸都會出現在你旁邊啊 Why Hi 我找到你了 但是這邊能看得到原魔陣嗎 好是可以的OK 不對啊 可是我很準確來說 我是往這邊 只是他的北真的很廣 他的北大概是60度那種 他看起來像是地面屬性的 地面格鬥 沒關係因為我們大家都不在乎三劍克對不對 所以其實不一定要現在立刻去抓他啦 我剛剛用了點到為止 我用了哈欠 但是我選擇用木槍去打他 蓋歐卡終於 有一次正在帕迪亞地區冒險 結果看到海裡有奇怪的石頭 啊 這就是那個很有名 可以讓人受到保護的石頭 過了一回合我張開眼睛想不到石頭前面 居然 轟攏了出現了蓋歐卡 把我嚇得好大一跳呢 這個石頭 啊 是一個地面是不是 OK 我忘記可以去往地面的方面去想了 OK 終於找到了 可是這樣要怎麼拍照啊 我要怎麼拍他 欸欸欸欸 哇塞 抱歉 這個東西比蓋歐卡還要可怕很多 抱歉 我要回去跟我的小孩說 這是蓋歐卡 如果未來有的話 上劇毒就可以開賭盤 抓到他還是毒死 現在是把每一次抓神獸當成賭盤就對了 上到上劇毒了喔 他現在是兩層毒喔 高級球 雖然說很不想要但是 啊哈哈哈 可惡為什麼用高級球可惡 現在看大叔的故事還是覺得好正經 他是大叔他什麼都有可能 他還有拉蒂亞斯耶 有一次正在帕迪亞南邊的海裡 養著油啊油 有了一陣子之後時間有點累了 所以就回到陸地上 在岩石的陰影處休息 在某個岩石 在某個海岸上面 我要翻整個南部 應該是這邊 我覺得應該是這邊 不知道為什麼 我看到這邊就有感覺 等等剛剛右邊 我看看 喔嗨 嗨是妹妹 有點可愛 我喜歡妹妹 我喜歡 算了 搞不好這次就抓得到 OK Sure 各位想要看我的妹妹嗎 她正在睡覺 可惡我找不到我妹妹 相信我 我妹妹是真的 妹妹是真的 相信我 我沒有這夢 不要叫我醒 喔她醒來了 她醒來了 我的妹妹想跟各位打招呼 請請幫你的妹妹有GG 有了 烈空座的典型終於來了 你終於要跟我講 綠毛蟲進化成烈空座的樣子嗎 我小時候那個老師叫我們每個人帶一隻殘寶寶回去 接下來的事情應該猜得到 有一次在帕迪亞嘿嘿好的爬著一面很陡俏的懸崖 往下一看 我的視線範圍裡面全都是白雲 OK終於找到了 太好了 能更容易地捕捉到水屬性或蟲屬性的寶可夢 你們跟我想的一樣吧 我覺得補網球抓她應該會蠻有趣的 就證明她真的是綠毛蟲 快了快了 就是這次 一下 兩下 三下 終於 哈哈哈哈 如果用的是其他球的話那就不會很好抓了 事實證明 你也可用做是蟲屬性的 不用爭了不用爭了 他就是綠毛蟲 綠毛蟲進到了補蟲網了 看來今天很有得抓欸 OK終於是閃電鳥了 天上忽然稀利花辣的下起雨來 我想這下子不妙了 正準備從燈塔下去 就在那時 隨著雷光閃獸 閃電鳥秀得猛網我這邊飛了過來 想想這個燈塔上面沒有NPC 所以最有可能是這個 哇塞 但是我沒有想過是一開頭就見面了 閃電鳥 我是你的超級粉絲 你可以對著我大喊一聲閃電嗎 拜託 拜託一下啦 蛤 蛤 蛤 等一下 我剛剛認錯人了抱歉 你可以對我喊一聲閃電嗎 我還告白那麼久 而且重點是距離那麼近 都被這邊真正的閃電鳥聽到了 還給我心環的歡樂 你們怎麼可以拿主播的挫敗開玩笑 高級球 等等 OK 為什麼閃電鳥是我抓過最好抓的 因為他接受我的告白 喔 你剛剛弄那麼可憐 算了啦 我進去啦 沒事啦 原來是可憐我是不是 連閃電鳥都在笑我可惡 火焰鳥的典型是 尖叫機 年輕的時候去了帕迪亞的西部在那裡攀岩 那天的天氣忽然一變 刮起了沙堡 就在我被弄得滿嘴都是沙 難受的想要放棄攀岩的那一刻 火焰鳥出現了 它的光芒耀眼的讓我在沙堡眼的看見它 我猜它應該是想鼓勵我吧 可惡我先飛過去 不管 在壓砸來之前我一定要先找到它 我不能再被騙了 喔找到了 nice 我是火焰之鳥 火焰鳥 你今天特地爬上來就是為了參與我的考驗 等一下 閉嘴等一下 你附近有沒有人 你是不是假的 你是不是感受 這個點頭要確定一下 給你確定 我是聽不懂的啊 後面是不是有一對翅膀在拍啊 你也站太近了吧 就像是有火焰鳥在我的身邊一樣 等等 這個鏡頭超帥的耶 哇塞 像是一個土王內心的火焰雞之情之類的 雞琴 抓到了 水君的點心 在我小的時候啊 那個獸山動物園那邊 有一隻水君 就在那邊愉快的跟大家揮手 嗨大家 我是神獸 有一天在帕迪亞一處很有名的湖 看到了水君 你是看到他被抓起來的畫面嗎 我來了 我來了 來看看你們藏的夠不夠好 是不是前面這個島 應該就是了 嗨 哇 是兩隻水君耶 是哪一隻 我們是欺騙族 所以有真實子 你們應該沒有準備 真正的欺騙族吧 等等 求雨 求求你了 讓我進去吧 進去那個補網球 OK 既然都這麼說了 漂亮 果然還是要進來網子的 就是你水君 猜猜看我要把它叫什麼名字 OK 酷 露奈亞啦 OK 有一次在帕迪亞地區的海灘 看著夕陽發呆 看著下陽 真的會讓人深深意識到自己有多渺少呢 沒有大叔你的包包應該超大的吧 裡面全都是神獸點心 而且他這個大叔知道每一隻神獸吃什麼口味耶 明明太陽還沒有完全下山 卻突然有一出巨大的星月 從我眼前秀拍拍的橫穿飛過 但那道影子一定就是露奈亞娜 絕對不會錯的 終於有一隻是他沒有遇到成為朋友的神獸了 終於 來來了 你們為我出了什麼樣的謎題 我來判斷一下 這個可能有點難 會不會結果這兩隻都不是 然後結果就糗了 希望不要是 但這個我只要按A就可以了啊 我不想 等等 我不想 我不想承認剛剛那個 不要看我 不要看我 走開 不要看我 你分享了什麼照片 應該是在上面才對吧 哦 在這邊啦 哈哈 ok 哈哈 這個是想幹嘛 我不管 如果這個吉塘棒打下去 死掉之後就代表我的憤怒而已 然後 木角 速一下 沒事 我氣他 我對他很生氣 所以我把他打死 絕對不是因為我以為木角會比吉塘棒還癢 萊希拉姆的點心 那是一個有很多工人的小鎮 當時我站在高處的岩石地一直觀望著他們努力工作的模樣 我回過頭來看 竟然是萊希拉姆站在那邊 這是很老猜真的假的 我來猜猜看 哈哈哈哈 為什麼會有這個啊好酷喔 而且藏的還真的 從某個角度看起來真的很像合神獸 他是女王大人的一部分 他肯定女王的心終究是要歸到主人面前的 先來 我講了那麼多話你就不能禮貌一下 可是木角打他剪板 是喔 我剛剛應該那樣子的 啊 不小心按太多次A了 等一下 為什麼我會有這個毛病我真的不懂 我一直有那種我在講話的時候就會一直狂去按A的毛病 OK 下一隻 OK這次的為什麼你不先給這個 雷公聽起來可愛多了 說到雷公啊 我年輕的時候其實是曾經跟雷公一起爬過山的 這個大叔到底是在虎爛還是 因為他的話是提示啊 所以我忘記了北邊大地那片很壯觀的沙漠美景喔 哈哈哈哈 我能碰他嗎 我如果碰他就作弊 我鑑定一下 你是 真的吧 是的 哈哈哈 喔不完了 我終於拿回1分了 雷公你怎麼那麼爛啊雷公 等一下 那甚至不是暴擊耶 不怕是不是用他的精華亂傳神獸的 等等出現虎爬都知道了 是說啊如果大叔說這些是難得一見的 但是他一直在怕迪亞繼續冒險 為什麼我都沒遇到這些神獸 他們突然就不約而同的在12月18號突然全部一起現身了 有一次我正打算從桌台市一路走到聲波鎮 結果走著走著就看到有巨大的黑影 在東邊的天空秀啊秀的飛 我一邊想著那是啥 一邊爬上的高處一看 原來是傑克羅姆 喔OK 這邊也太難找了吧 你怎麼看到的大叔 這也不是東方啊 喔不 傑克羅姆請拿著一個飄飄球 但是沒關係 因為提姆來了 怎麼可以這樣子 走開我要做效果 他走開了啦 不我不然想要打死他 然後說傑克羅姆我來拯救你了 現在都被你毀了可惡 走開 速度糗 你逃跑速度很快 該進來一下吧 那麼好說話是不是 Sure 他真的是速度 OK 你來對他做什麼 沒有沒有 我只是讓速度球抓到他 所以取名叫速度而已 不是每個主播的行動都色色好不好 你們為什麼一直誤會主播 炎帝的點心 這次又有什麼故事了 炎帝是你家的暖氣對不對 那是一座礦山 地面被挖的到處都是坑坑洞洞的 但是再大的看洞 炎帝都可以洞外的一聲跳過去了 最後我和他並肩欣賞了大海喔 這邊對不對 不是 喔 這一次的提示還真是蠻準確的 這是誰啊我忘記了 這顆球是怎麼回事 這顆球回來了 連訓練家都混亂了 我好像看到一顆球在天上飛 不行他就不重要齁 他不是那種看了之後就會想要去抓他的 如果是正面的話那我就用大獅球 如果是背面的話那我就不用大獅球 好啦好啦算了啦大獅球給你啦 恭喜 成功了 太好了抓到炎帝了 哇 哈哈哈哈 這樣子 你就是這個名字的神獸之詞 球雷姆的點心 我年輕的時候 有一次我正在爬雪山 卻遇上了猛烈的暴風雪 我想著這身折磨人啊 就進了一個洞穴 突然有面冰牆開始動了起來喔 發現那原來是球雷姆 很驚人吧 喔 我真的要 還有他收回來了 好險 我沒有被騙我沒有被騙 那不算我沒有被騙 冰加龍 是的我知道我知道 你們有看過一張圖是 球雷姆融合白龍 一隻冰龍屬性 有一個用冰做成的拳頭 不會使用冰凍拳 烏波 沒有手 只是一隻小傢伙 會練冰凍拳 寶可夢的世界真是神奇 我記得黑暗球其實真的很強 就是在各種遊戲啦 但怎麼感覺好像還是用高級球比較快 那會比不忘球抓水球高嗎 絕對不會 並不會 欸 看吧我就說吧 看起來這個黑暗球根本就過癒了嘛 鳳王的點心 還沒有拿到鳳王 哈迪亞的西南部有做瀑布 為了讓寶可夢變強 我在那邊附近通宵訓練 就在那時 鳳王閃亮亮的發著光 在上空出現了 為什麼是這邊啊等等 他說沿著瀑布欸 瀑布在那邊 但是差蠻多的吧 哈哈 這個我找半天不會找到 為什麼鳥鳥睡著了還會在 因為 如果要他們 站在地上 睡覺的話 需要動畫的經費 你覺得寶可夢這間小公司 有錢做這些動畫嗎 一起做睡覺動畫 我們把這個 拿來做三明治 我們有好幾個 一百多個食譜欸 你要求太多了 這次是什麼 叫做 洛奇亞 有一次啊 我用仰視在帕迪亞美麗的大海 游啊游的 想要去下一處目的地 大叔真的很健康欸 哇塞 他已經跟我講了三次游泳的故事了 由於那片海的水溫特別的冰 稍微游了一會兒 我就覺得渾身發疼 只好全身倒個不停的登上了附近的小島 結果啊 附近出現了巨大的漩渦 洛奇亞從海裡 壞啊 衝了出來 我要怎麼跟你拍照 而且為什麼你不是在天上飛 是在裡面游泳 我不能泡水 好像他是神獸 他是不能游泳一樣齁 我很抱歉 如果要我做洛奇亞出來的話 我可能會選擇 讓他用飛的方式就是了 比較帥一點 他現在看起來超輕鬆的 像是個大叔泡在溫泉裡面 求雨 你泡澡還需要下雨是吧 再來一個補網球 如果沒有的話 就計時球 算了算了 用計時球 卧室 我們可以等到下次之後再抓 好了 下面一位 50個得獎勵是 終於是林歐瑪了 應該在另外一個遺跡 我出於興趣 就去爬了帕迪亞的山 我慢悠悠的 走在草木叢生的登山道 爬山登山道 登山道的話蠻簡單的 普悠瑪會撞車 因為是普通系 林歐瑪不會用心 所以林歐瑪比普悠瑪還要強一點 到時候會車的時候 會直接穿過去 幽瑪比普 幽瑪還專行 等等 我覺得這個是假的 我不會碰 我不會作弊 這個是假的 因為他站的位置太剛好 不可能 抱歉 你藏得太好了 寶可夢公司不開心 但我覺得我可以輕輕的速一下他 哇塞 哇塞 其實蠻好笑的 為什麼我笑不出來 不是我把他殺死 是他把自己撞死 這是哥哥的 拉蒂歐斯 雖然我們語言不通 但我隱約覺得他是在叫我跟上去 於是我就追著飛走了拉蒂歐斯 攀上了有許多堅實的岩壁 結果一回升過來 我發現自己來到了四周都被山崖發圍的池塘了 OK 最後的照片 你是最後一個 就一個1吧 結束了 抓到所有的神獸一隻都沒有漏掉 為了證明 給各位看一下 都沒有漏掉呢 真是太感動了